草屯鎮北投國小長期推動食農教育 今年再度舉辦彩繪稻田活動 採取半機械 半人工方式 月一個月前完成插秧 同樣逐漸呈現 學校老師也帶著學生一起下田 近距離和稻田接觸 做得很好玩 名言俱詩 透過這個過程 他會有耐心 有這個毅力 未來具備這種成功的條件 透過這個過程 可以跟人合作 可以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人力 除了觀察稻田的生態 及稻子的生長 這次學生還有重要的任務 就是幫忙出草 透過親身參與每個階段載種過程 讓學生體會農民工作的辛苦之外 也了解從產地到餐桌的過程 有湯圓肉粽 還有菜條粿 還有米餅乾 了解農夫的辛苦 還有要珍惜迷失 透過彩繪稻田保護地景 推動食農教育之外 學校今年也以不同的創作 幫稻田換上新裝 為世界祈福 防疫的期間我們做得比較簡單 我們這個就是米好 米 這個問題的變化 基礎這個世界可以越米好 越來越好 我們超頓這個地方 我們南道這個地方 出產很多好的米 從產地到餐桌 學校預計一個月後 塗漾會更清楚 不過因為在防疫期間 並不鼓勵大家到彩繪稻田的現場來 可以透過北投國小聯署 一起關心彩繪稻田的變化 記者洪藝倫草屯採訪報導 好